1. 减速箱漏油一般发生在安装大三角带轮的长轴齿轮处 用手转动大带轮使平皮带脱离平带轮 2. 拆卸大带轮处紧定螺栓 3. 拆卸大带轮水平取出 4. 取出长轴齿轮处小平带轮 依次拆卸轴承通盖的连接螺栓 5. 未便于取下轴承盖 可以用两颗顶出螺钉旋入螺纹孔 6. 两颗螺钉均匀受力顶出轴承盖 注意尽量不要有损坏里面的轻磕直垫 7. 检查所有减速箱体与箱盖及轴承盖的连接螺栓并紧固 8. 一般减速箱漏油的主要原因 就是所指轴承通盖内的油风损坏 9. 轻敲下轴承盖内的油风 观察有无损坏 若损坏则应更换油风 10. 如需更换油风 安装时应注意油风的方向 有弹簧圈的一方应朝外放置 11. 油风应平整安放 借不可损坏与轴旋转接触的内唇边 才能保证油液密封 12. 重新将轴承通盖装入齿轮轴 保证轴旋转面清洁光滑 13. 紧固轴承盖上连接螺栓 装入轴头处平件 再依次装入小平带轮及大三角轮带 并紧固螺钉 14. 最后将平皮带装入上下平带轮至到位 1. 拆卸进料斗与三通的连接螺栓 2. 取下平皮带搬下进料斗 3. 依次悬松上下扎龙的连接螺栓 4. 拆卸上下扎龙的连接螺栓 并拆卸扎龙与三通机架的连接螺栓 5. 搬开上炸龙 6. 用炸油机专用搬棒插入压紧螺栓孔内 逆时针方向转动 退出螺纹使之松动 7. 用手锤轻轻敲打炸圈外圆 使之相互松动 8. 边敲打边清理粘洁的枯饼等杂物 9. 退松所有炸圈 水平缓慢抽出炸螺轴 10. 退出炸螺轴的同时 可以依次取出炸圈 11. 注意 取下的炸圈一定按原来的装配顺序排列摆放 12. 完全水平抽出炸螺轴 可清理炸龙和压紧螺栓的连接螺纹处杂物 13. 炸螺轴拔出后 彻底清洗炸糖内枯饼、油渣等物料 以防下次开机卡堵 14. 按前述清洗操作 彻底清洗炸条圈、炸圈及炸螺轴等部件 然后重新按原来的排列顺序 依次放入各炸圈 并用压紧螺栓预紧炸圈 边压紧边用手锤敲打炸圈外圆 预紧时用力不能太大 否则会损坏炸螺螺纹 再盖回上炸螺 15. 安装上下炸螺的连接螺栓 16. 多人抬起炸螺轴 并水平推入炸糖内 17. 反时针转动调节手柄 将调节螺栓悬入机架处调节螺母 装入螺旋轴、装上防护帽 18. 选紧防护帽上紧定螺钉 19. 依次旋入两颗碎柄螺栓并锁紧 20. 放置计料斗并固定与三通的连接螺栓 21. 转动大带轮 21. 转动大带轮装回平皮带 并紧固计料斗与三通的螺栓 21. 依次搬松上下炸螺两边的连接螺栓 21. 依次搬松上下炸螺两边的连接螺栓 21. 用专用搬棒插入压紧螺栓孔内 21. 压紧榨圈 便压紧便用手锤轻敲打榨圈外圆 使其平行紧贴炸螺 21. 相互间排列紧密 21. 相邻榨圈间隙不应大于0.1毫米 21. 待全部压紧后 21. 重新紧固上下炸螺及与减速箱机架的连接螺栓 21. 调整完毕 21. 先取下螺旋轴防护帽 21. 拆卸锁紧螺母上一颗碎柄螺栓 21. 手动转动炸螺轴 再拆卸另一颗碎柄螺栓 21. 用手锤轻敲六角螺母的外圆 21. 顺时针方向旋出两个六角螺母 21. 顺时针方向转动调节手柄 21. 使调节螺栓螺纹退出 21. 用专用搬棒旋松锁紧螺母 21. 水平缓慢抽出部分炸螺轴 21. 可以用木条抵住螺旋轴 21. 不让其转动 21. 退松锁紧螺母 21. 卸下轴头端推力球轴成 21. 取出调节螺栓布装 21. 将螺旋轴完全抬出 21. 放置地面 21. 可以用木条垫住螺旋轴 21. 将锁紧螺母螺纹完全退出 21. 在紧靠调柄头处的 总轴螺纹上缠绕细麻绳 以防窜油 21. 用管前将螺旋轴另一端卡住 21. 将锁紧螺母反时针 重新旋入总轴螺纹上 21. 并用加力杆扳紧 21. 将螺旋轴重新穿入炸塘内 21. 对准轴头端键槽 21. 重新穿入榨塘内 21. 先装入调节螺栓布装 21. 反时针转动调节手柄 旋入螺纹 21. 在依次安装推力球轴承和两个六角螺母 21. 应注意 21. 推力球轴承内孔大的松圈 21. 应装在靠近调节螺栓的端面 21. 并加住黄油润滑 21. 紧固六角螺母使其相互压紧 21. 但应使螺母端面与轴承端面之间保持 0.2至0.3毫米的间隙 21. 用手能将轴承转动即可 21. 在锁紧螺母上安装第一颗碎柄螺栓 21. 手动转动螺旋轴 安装第二颗碎柄螺栓 21. 锁紧小螺母 21. 最后上好防护帽 21. 宁紧紧定螺钉 22. 宁紧紧定螺钉 21. 明镜大概就是一样克 fiz lonado子